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转向一对外国夫妻之后 突然画面一变 是一位黑色长头发 白皙肤色和清纯的妹子出现在镜头面前 确实是有一种飘飘然的仙女般的感觉 其中摄影师是足足在这位美女球迷的身上停留了5秒的时间 事后在看直播的球迷都是纷纷寻找这一位小姐姐 而马上就成为微博热搜了一个关键词 最终在无所不能的网友帮助下 这位小姐姐也最终是浮出水面 她的微博叫徐若奇蒙 对于这个意外的一炮而红 这位美女球迷是亲自回复道 可能这次有很多球迷朋友是因为这个镜头而认识我的 其实我想说 认真看球的球迷都是很美的 不存在什么最美之说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承蒙关怀 而这位徐若奇如今才19岁的年纪 河海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 喜欢唱歌和足球 所以当晚也是和朋友一起看自己最喜欢的鲁能球队 无意之间却爆红是他意想不到的 其实这位徐若奇已经是很多年的鲁能球迷了 在两年前的时候也是曾出现因为颜值成为比赛的焦点 不过翻看这位美女球迷的社交平台能看到 虽然只有19岁的年纪 但她已经是到过欧洲 意大利亚等国家旅游 不仅是脸蛋漂亮 连身材也是十分受关注 19岁的她是拥有满屏的大长腿 而且也是十分懂得看镜头拍照 一点也不舒适也模特的造型 在找到她之后 不少球迷是纷纷私信她 所以导致她在今天也是无奈发出 因为广大球迷发来的私信太多 所以不一一回复 而有的网友也是十分暖心的说道 你尝得这么漂亮 又这么喜欢出去玩 记得千万不要坐身风车 太危险了 毕竟最近这个大家都懂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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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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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